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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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呢 叫郭柯 生命当中留试的 一个一个女子 真的 当然好像字面上歌词里表达了 对女子的眷恋 对女子的歌颂 但何尝不是我刚才所说的 对生活的 对生命那种 一天天逝去的这种遗憾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就注定了 他终究会失去 幸运的是 幸运生命的旅途当中 遇到了艺术 遇到了一段段美好的情感 没有遗憾可能就没有这种生命的珍贵吧 好吧 我们开始继续 过课 我愿将这一首诗 陷连我们所爱的女子 遇到那些游暗和银蜜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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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无往里的伤 这些亲切的印象 那些失落日子里的渴望 或许属于明天的遗忘 小心 欠给那些一些手共度 而生活在安导 时光明的女子 在那个未成得以理解的人身旁 坏着一丝渴望那些小路村 有过的亲吻 音乐的欢喜 万干等待的珍惜 那些眼眸 我们在为看见的眼眸 与疲倦的夜晚 满意的孤独 体内的疯狂 我们不仅空气 为这些美丽的婆婆 只看了双眼眸 不知如何忘了遗憾 那些眼眸 不知如何忘了遗憾 我们不仅空气 为这些美丽的过客 试探的双城 不知如何忘了遗憾 不知如何忘了遗憾 谢谢 太开心了 今天有好几首歌在长沙这一场 我觉得是我表现的好像 比起以往好像是最情感最充沛的 然后有些最隐约的 欢喜的那一种感觉 我觉得肯定是你们带给我的 因为我怎么会这种造型呢 怎么说呢 就是我一直在强调 我说我歌唱的时候 就是我们歌唱一首歌 这首歌固然它的词和曲 早就成形了 而且不会变的 但是我们每次去唱它的时候 总会觉得它发生了千变万化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歌唱者本人 它随着年岁的增加 随着月律的变化 它也发生了变化 然后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是台底下的 每一场观众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们的一道 你们的一道目光 一种微妙的感觉 一种 一个侧身 或者说一种心跳 都会 直接触发到 我一个演奏者 或者一个歌唱者的 他的内心 所以你的一道目光射过来 就会使我的唱法 使我的弹法都发生变化 所以 一首歌曲 它自属于新的生命 从某个意义上来讲 是由你共同和我完成的 谢谢你们 的确是这样的 的确是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我 我不会像有的同行朋友 他说一首歌 他唱了很多遍 就厌倦掉了 我没有过 我好像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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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喝这么少呢 为什么喝这么少呢 有一个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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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好意思 毕竟不好意思 我倒是觉得 我没有厌倦任何一首歌曲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 我确实处理的都不一样 每一刻 甚至我在弹奏下去的 那一刻 之前的前几个小节 我都不知道 接下去的情感处理 是什么样的 当然我觉得 这就是因为我们平时 在生活当中 要不断的去累积 累积 然后直接 把这种情感 在舞台上的这一刻 给释放出来 哇 我觉得太奇妙了 所以刚才我看到 有朋友在录这首歌 我觉得特别开心 今天这个版本 要是有朋友录下来的 给我传到网上去 我亲自来转发 好不好 确实挺开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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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